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风云再起啊 这期呢是一个天王难度 选择了一个这个赵子龙啊 这期的项目呢是难度非常的高啊 而且呢这期的项目呢难度不光高啊 它非常的有意思啊 之后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在顺机之前升到了10级啊 然后呢小挨了一刀 那么呢咱们站到嫂子的背后啊 升到10级的好处呢就是说这个秀剑特语用 打一套背后练招 起个大判斩支玩着点虎 这个位置呢背背后的踢甲low了 然后呢咱们接着打孙机的期间啊 咱们介绍一下这期的内容 这期的内容叫什么呢 喜欢天王难度赵云之后呢 每一个场景啊 每一个画面只能剪一个东西啊 然后其他的就都随意了啊 这个呢可能乍一听不难是吧 然后呢我当时呢这个老板点节目这时候呢 我还听差了啊 我以为是每一个场景就能剪一个道具啊 然后呢雪可以随便吃 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雪跟道具 都算起也就是说呢每个场景只能剪一个东西啊 这个呢也是一个老板呢叫做HORA老板啊 你如果这个抗直播的时期比较早 早到三年之前左右啊 这个老板又三年没见了啊 左右的话呢你应该知道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呢点的很多项目呢 非常的有造纸 有造纸到什么样呢 就是说他点的这个项目呢难度非常高啊 然后呢最厉害的呢就是什么呢 他点的这个项目呢你一时半会儿啊就以我这个三国的造纸 一时半会儿都衡量不出这个难度的这个他点的节目的一个难度啊就厉害到这个造纸 上面呢有个雨神衣啊为了多减一个雨神衣 以及在密室之前多减一个金珠 在这个场景呢能够吃个鸡腿 所以说呢选择走了一个双马路啊 因为赵云这个超必杀 打起这个两个驴来啊也不费什么摧亏之力 可以看到呢这个场景只能剪的一个东西就是鸡腿啊 我选择了鸡腿啊不是就是鸡腿 好然后呢咱们来继续 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呢这个难度啊就是相当于呢 进了一大部分的血量了 相当于进了一大堆的道具了啊 然后这个难度之下呢还是个一命通关 对当时呢这个老板直接点的一命啊 我开头忘说了一命通关 只能有一条命啊 可能很多人开始一听是并不难是吧 但是你在这个难度之下配合上一命啊 可能好多人听到这个时候还会觉得不难啊 你再往后看啊慢慢你就知道难不难了 咱们把大驴收掉再打一个试一雷啊 咱们的往前走来看一个下户院 下户院的话呢 讲到你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误伤啊 但是当时打的时候好像掉血啊 然后呢走这条路线的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在王平密室呢可以拿一个酒壶啊 酒壶在关键时刻呢可以当输输史 之后打这个场地的下户院主要为了什么呢 为了捡一个将军印 对你没听错啊将军印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思路啊 在这个小兵战的战场里边呢 我会以捡小道具为主 厉害的小道具赵云最强的是督标 然后毒气 其次飞盘 再次金珠 没了啊 其他的这些小道具呢都没什么大用 然后紧接着 这个位置下户院几时没出招 我防防了一下弓箭手的剑 被下户院打了 一个一臂放倒下户院又中了一剑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下户院的一个不出招 天神往脸上走 你不能跟他抢 只能跑 跑着跑着就被堵到枪角了 然后呢就出现了意外 是吧 咱们继续讲 然后大道具上我什么思路呢 首先这个大印 我呢是大印加吕蒙 两个配合啊 然后再配合张辽的招案状 这样呢秒查掉司马仪啊 这样的司马仪呢可以省去大量的麻烦 然后啊 一些的小道具呢 打厉害的boss 例如许楚 曹操啊 之后呢全程尽量不掉血 在掉血多的地方呢 不剪道具吃加血啊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思路 好 下回来拿下 因为剪完大印 不能吃血了 好 然后呢第三关 咱们选择走一个上路啊 在沿途 在那个大狗那个地图 我是打了一个兔子啊 因为那个地图的话呢 没有什么可捡的 打了一个兔子呢 前边的这个 这个地图之前 我是剪了小边身上的一个毒标啊 这个小包子就没吃 所以说呢 现在的血量呢 是吃完一个兔子 在下回院以后无伤 打这个傻狗 基本上就不用道具了啊 像这种就是简单的boss 就是别用道具了啊 不然的话呢 道具肯定不用 存着这些道具呢 往这个最后一关上载啊 先是虚楚 第一个大量丢道具的点 其次啊 就是这个 最后的这个 操操了啊 然后呢 中途可能还有点boss呢 零星的得用一用 像这个傻狗啊 基本上能与免费白送了 好继续 然后呢 这个战聊登场 咱们来看看这个战聊吧 战聊这个位置呢 出门先清兵 先清一波小兵 必杀清兵 好 小兵清完之后呢 这个战聊呢 也是基本是一个免试的boss了 没什么大难度啊 够一波必杀 然后呢 四下A 前A两条 跳上A两条 跳上A两条 打一个撞 战聊这个战场呢 我是没剪别的 然后呢 前面的战场呢 我简单的口报一下 重要道具 在上面的那个雪树密室 捡了一个雪树 是吧 那里呢 毫无疑问 雪树是最优解 然后呢 在进密室之前 张聊这个战场 捡了一个金珠 金珠 起手 然后呢 张聊这个战场 因为我这次雪树里 进来又 进去又出来的 所以说呢 不算这个那啥 不算一个战场 又一个战场了 所以说这个战场呢 我会捡一个招安状 前面的这个套路 我要搭配上 大印招安 吕蒙 然后呢 傀儡啊 直接呢 秒杀这个司马懿 好 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张聊好 一套练招 这样呢 把张聊拿下 然后呢 等级因为我是一命啊 讲命没用 我只要收到20级就够了 这样呢 收掉张聊之后 咱们编个试试 过关就20级了 攻击力最大化 OK 这里啥也不剪啊 也不见心不翻 之后上来打一个貂蝉 打貂蝉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我是没想捡傀儡啊 当时呢 因为我这一路啊 能捡飞盘的地方 只有一个 哎对 是张聊之前啊 张聊之前没捡金珠 张聊之前捡的飞盘 我只有一个飞盘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飞盘 飞吕蒙的话呢 如果不中 吕蒙令收不了 我这一局的思路 就全作废了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我打一个貂蝉 就是为了呢 多捡飞盘 首先呢 在打死貂蝉之后 就有飞盘 然后啊 进到上面那个密室顶上 从这上去 还有一个飞盘 因为我已经有酒壶了 上面的密室 我就不会捡酒壶 我会捡飞盘 是吧 然后呢 这里打貂蝉 还是用放倒的一个套路 用锈剑和土雷放倒 因为这两个道具呢 再打别的boss 基本没用 咱就放倒貂蝉 他起身 如果冲一个半屏 咱们就直接摸 就完事了 这是打貂蝉 一个不掉血的一个套路 然后呢 连招就连这个11连 最后收A 还能拖半屏 再冲 没冲 661给他顶倒 BA顶倒 再冲 好 又冲了 四材 这里呢 有一个招式累积 只能呢 打一下A连不了了 然后等他冲 没冲 起个661撞 好 掉传结束 然后呢 咱们往上走 然后当时我本来捡飞盘的 后来大哥说 你捡亏蕾啊 就点把老板说的 捡亏蕾盯住了 秒这个啥呀 秒四马一呀 我一想也对 是吧 我觉得大哥很有造势 我捡起了亏蕾 基本就够了 两个废盘控屡盟参选 最后一个废盘收 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一个起手必杀 收掉了两个铁甲兵 同时呢 打屡盟一点血量 这个位置挑一下 这个忍者兵上来 感觉不打了 把两个忍者兵控一控 然后呢 继续走位 这个地图呢 什么都不能剪啊 只能剪屡盟的原则 这个地方 我想滑步跑路 没跑了啊 被屡盟堵住了 利用起身的一个 这个挨揍以后 起身的无敌 打一个链招 这个位置呢 打一个A66A收招啊 不能让背后的忍者 有可乘之机 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咱们不能露出破定 是吧 最后这个位置呢 继续等 因为马上刷铁甲了 我也不敢冒然上去 跟他想招 这个位置呢 直接一个追查起 把两个铁甲收掉 我送到打铝盟 看能不能打个二连 二连被打上 铝盟给了一个钻 咱们呢 直接打钻以后的破定 一顿挑 A BA 这样呢 是收了一个 杀害比较高的一个连段 同时呢 是避过了后边 忍者的一个攻击 一举两得的一个小招子 然后这个位置呢 AABA 受掉一个忍者的生命 剩一个大忍者空中 等铝盟的一个斜冲 打铝盟也不能用任何道具啊 因为首先 打铝盟 扔道具的就不稳 除了飞板以外的道具 都不稳 扔就不一定中 然后你如果不中的话呢 突扔道具 因为这个道具 都是可丁可卯的 太少了 所以说呢 铝盟这里呢 只能是散勾 这位真的PA漏倒 但是呢 铝盟没有 没有跟小兵一起挨揍 咱们继续等 可能又要必杀了 这里呢 A一下没挑着 准备必杀吧 站在贴甲位啊 直接必杀 两个贴甲都打不了的 咱们这里呢 直接 这个必杀 差点挨揍啊 好 剩个彩血贴甲 咱们这些四下一打死 等一个铝盟有机会 来了 斜冲 直接打 大鹏 高挑 忍者来了 AA 3A 滑步 跑路 不用收四一 因为呢 收四一可能会挨揍 这里呢 继续四下 挑 这个人准备 墙卡住了 上不来 咱们的A接挑 好 血量呢 再控一控 这个血量 飞盘能飞死 但是我不稳 不是100% 确定能飞死 这个就100%确定了 好 然后呢 两个飞盘等一个 等铝盟出一个跳 直接飞盘命中 这样呢 收掉了铝盟令 咱们的这个地图呢 只能见铝盟令 这个大家血就吃不了了 好 铝盟令收下 下一关 这关我提前报戏 开场准备撞许楚的 这个 链身锤 结果呢 七槽时间没控制好啊 我呢 是想正好是把这个 链身锤撞完 七槽没 我是这么想的 结果呢 没整出来 之后呢 捡链身锤 趁着以前 一次参与时间 再打最后一套 挑 被这个怪阻止了 平A 然后开始棱道具 这个许楚如果不棱道具 你让他摸一下子 那没个好 那是完全没个好 好 这个位置呢 后边的小别人 A BA左右甩 之后呢 别读中小胖子 哎呦 为数不多的道具被躲了 扔一个金珠 等虚楚算 然后呢 打虚楚的一个背身 滑步挑 挑 不能打了 你看看着 机智的收招啊 这是提前预读 地方可能会揍咱们 然后挑好渡标 准备起手 虚楚这个位置 在跟我晃 渡标直接命中 朝着有小别人的方向连 滑步朝着有小别人的方向连 又来了 你看 你看这小别人背后这个走位 看完这 这下都不能A啊 这下A就挨揍 所以说呢 咱们直接撤 防反 收一个这个 四招一试 刚才累积了 然后这个位置在倒 这个渡标不能滥放啊 很容易不中 你看看着 我这个渡标 斜角扎的位置 虚楚一直在晃 这时候就容易躲 看完这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如果你不冷静 这个渡标愣空了 后边就不好打了 然后这里继续 再打一个挑 哎 再挑 你看这小别人看完这 看完这小别人 这个小别人 这个走位都神了 避过我所有的攻击 然后等我连招七条 他在背后掏我 再来三下一大风展士 收掉 这样呢这个虚楚 算出磕磕斑斑 用掉了大部分道具 但是还好没掉血 捡了身锤了 别的不能要了 上去 黄盖战场 黄盖这里呢 三下一直接一个撞 然后三下一大风展士 这套连招 实话实讲 打得非常冒实啊 不应该这么打 天下是有机会打我的 只不过是运气好 然后呢咱们先上来 上来的话呢 开一个必杀 把三个兵清掉 哎哎 我跑开 清掉兵 正好拖一个半瓶 下一波的天下兵 咱们不知道能不能避过去啊 咱们先打半套连招 随时准备换招 这里呢 A直接升一个机 四下一干倒一个天下兵 这个位置呢 三下A先别打了 哎呦 我这个四下A打得不好 应该打三下A不打了 然后这里拼A 没打着 上去拼A又没打着 刷兵了 刷兵以后呢 咱就得气了 不能打黄盖了 咱得控一个新刷的小兵 看见了吧 然后这个位置呢 上去 黄盖的上边最安全 把这个小兵扒拉扒拉 干掉 起黄盖 刚好 节奏正好 往左连 让黄盖离得越远越好 然后呢 咱们有大量的空间 清铁甲兵 看完这 一清 这里呢 直接一个扒了 哎 黄盖来了 快跑 哎 这个位置 看黄盖往上窜了一步 得会有机制的往下躲一步啊 要不然的话 黄盖给我一刀烈火 那就出事了 这个位置呢 等黄盖出完这个破定 咱们呢 A铁甲 三下留铁甲 最后一下绝A死铁甲 黄盖出败招 抓 好 抓完之后呢 继续往左连 这里看小兵不过来 打三下一大风产制 最大输出 小兵两下一 两下一拔了死 这个位置呢 没敢挡 因为不确定底下小兵的位置 咱们呢 继续走走位 现在呢 时间还够 不着急啊 咱们呢 上去还是呢 站黄盖最安全的位置 往上站 然后呢 咱们离岛 倒上来 上不上啊 小兵不来了 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打 如果打的话呢 这个小兵会快速的过来 救黄盖 你看着 我给你演示一下 看盘着 看盘着 他这个玩意儿 他这个小兵 他有点说斗啊 这个小兵在 boss挨揍的时候呢 他会快速的往上上 我呢 只不过是夹招 给他夹到了一起 再次拖半瓶 再次挑连招 三下一大风产制 收掉 完美拿下黄盖 这两个boss打的还不错 然后吃黄盖一个大包子 这个地方不要读心 要大包子 继续 咱有猎身锤了 之后呢 在前面的画面呢 咱们进了曹培 那个穿仓密室 直接捡了一口大包子 血量就满了 然后呢 在下边那个密室呢 捡的是飞盘 没有捡毒气筒啊 因为呢 我这个毒气筒呢 打这个胃炎呢 一 未必能弄中 二 我有这个赵云 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抢招能力 有资本和胃炎抢招 另外呢 就是我有一手血量 我在胃炎死亡之后呢 可以考虑 不要九壶吃加血 这都是可以的 如果血量高 我就把这个九壶减了 把身上的九壶用了 这是两手准备 这里可以看到呢 起点金珠 金珠呢 可以用几个 用一个两个到头了 这个位置呢 是打一套非常漂亮的 一个同时A 同时条的连段 然后空一个小别的血量 还有四个金珠 不想扔了 之后呢 这里防御两次 再抢招 然后等着个怪 他可能要插我了 不打了 直接放弃 果断放弃啊 之后前B一条 这里呢 4下A 前A 跳上A 利用这个草 卡住了小鞭 再打一套啊 目前为止 威延打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挑酒 挑酒壶 因为呢 我这个水量 感觉自己可能 要不掉血 干到威延了 酒壶就可以吃了 这里呢 还朝着小鞭的方向连招 一个平A收掉 然后呢 小鞭一起控一下 三下A 四下A 没收掉 有点可惜 然后这里呢 继续 泡脚啊 最后不能给这个 威延击回了 咱们呢 直接就是用必杀了 因为这个能量啊 不用整那么满 吃完酒 咱们直接走 来看四马一 其实打到这个地步 感觉就手拿码签了 因为呢 傀儡招安 飞盘 然后呢 杀四马一是 吃本的啊 可以无伤 再减个隐身 以俩衣服打擦擦就够了 然而这里出了个意外 我被四马一 穿了两下之后呢 我一扔傀儡 他扔了一个这个豹子 然后呢 我趁他挠的期间 我扔了一个招安状 起了一个飞盘 这一波呢 这个傀儡娃娃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觉得我上当了 当时减飞盘好了 当时不信这个大哥 减一手飞盘 直接就不敌了 好 那这样呢 可以看到呢 是利用这个飞盘 招安状 四马一 这个吕蒙 秒掉了四马一 但是血亏啊 同时在这个结果上呢 我做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抉择 就是说四马一死亡之后 我没有见一身一 减了一波 击腿 对 好多可能对这个抉择 不理解啊 因为刚才我剩余的 那个血量呢 曹操是可以 有一刀能砍死我的机会的 那个血量不安全 我剪个隐身一 隐身一之后 得用道具打 照于一个隐身一 只能打曹操一套半 但是呢 我如果有血量 有一刀的容错率 我呢 就能跟曹操打一个肉搏 所以说呢 这是我剪鸡腿的一大原因 先用两个必杀 打出输出啊 然后呢 趁着曹操倒地 控一波铁甲兵的血量 反手一个飞盘 铁甲曹操一起打 跳上A 跳上A A大风展翅 往左扒了 这里往右扒拉扒拉的不好 其实 然后抱紧 打超皮杀的输出 之后呢 再往左边的方向打 哎操操 哎操操 哎 还行啊 这操操给面子过来了 这下真的是运气 好 这下呢 打了操操背后攻击 然后呢 把所有的能量用掉 OK 之后呢 拖一个气槽 这个地方往左跳 好多人没看懂啊 往左跳的原因呢 我是以为 刚才那个地方呢 往左跳拖半屏 能不让操操加嘴 实际屏幕拖过去 然后呢 我赶紧引身一血株 把血量拉回来 起码现在呢 又能挨一刀了 然后金珠起手 打一套连招 只能打一套啊 因为我前面浪费了半套的时间 吃了个血株 这里两下大棚 空了一个血量 然后呢 最后起手之后 一连一就没了 这个位置呢 观察一下铁甲的动向 没来 不错 P.A 烧 还有两个道具啊 袖剑不能算 咱们来看啊 这个曹操 开必杀了 我这里非盘没中 果断换旅蒙令 躲一下操作的攻击 好 那现在呢 只剩两个袖剑了 咱先看一下小兵 没看到 直接进入洗手 别跑 好 拿下 可以看到呢 这整局游戏啊 难度是非常之高啊 因为呢 我全程 基本就没怎么被小兵打 挨打了次数呢 可丁可卯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道具的这个 储存量 基本上呢 也是可丁可卯 没什么可浪费的地方 好多boss都是肉搏打下来的 比如说 魏炎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节目的难度呢 是极高的 这里呢 感谢咱们的A抽 IWA老板啊 既是这个 点播了一个节目 又是贡献了 这么好的一个创意 那么好吧 我是本期解释横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个赞吧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